好 接着来看到光复乡的定期大会是来到了第五天 相待会主席廖义军代表郑万证以及中卫兹 分别就光复乡缺乏一座大型运动场 以及关注垃圾转运站设置的进度 还有针对与推人员足以推广力道不足的议题 提出了咨询跟建议 放眼国内卫棒球或足坛 皆可见光复乡出身的国手国脚 堪称国内运动国手的培育摇篮 让而乡内却没有一个大型运动场 主席廖义军直询检疫 当然这个大型运动场如果见识起来 对我们的收入公主的收入也是有关注 比如有人要举办婚礼 你像当时借一个产役就要三万块 对 厢长领起水支持 但乡内大面积公有地难密 似乎有些至爱难行 乡民代表郑万镇则针对乡内与推人员 在足语推广与教育的力道 建议祥公所应该加深加广更加多元面向 像代表中卫之除了直询垃圾清运作业 垃圾转运站设置进度 公园绿地管理以及台九县大全段拓框载集 要求相公所重视 尤其针对花193县道 马佛段禁止游览车进入区域提出咨询 因为他们县府那边也有在说 如果公所这边肯开放临时空袭的话 那他们就会把70公里到70公里这段可以把它开放 在不在花蓮县政府都到了进行的部段内 如果说是进行的部段内的话 才需要我们开临时空袭 这个的话我们去理事一下 这个部段是不是有在禁止公主的部段方面 针对乡名代表的质询 乡公所许行受教 对于每一个建议乡长林青水也仔细研议 与乡代表深入讨论意见交换 所会付诸合作达到光复共好的目标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